4月3日,ATP公布了最新一期世界排名榜单 塞尔维亚网球巨星德约科维奇凭借上周二卡拉斯止步 迈阿密大师赛半决赛,重返世界第一宝座 这样,德约科维奇在世界第一的周数就累计到381周 进一步提升了在这项成就的领先优势 由于德约科维奇去年疫苗问题 他被禁止参加北美比赛 因此今年的北美阳光双赛他没有饱分压力 而西班牙新天王阿尔卡拉斯必须在上周的迈阿密大师赛夺冠 才能守住世界第一宝座 不过在半决赛上,阿尔卡拉斯被辛娜逆转击败 决赛上辛娜又输给了近来状态正佳的梅德维德夫 这样一来德约科维奇就以7160分继续稳居世界第一 阿尔卡拉斯则被扣掉了640分,以6780分退居次席 此外,希腊名将西西帕斯以5770分仍处于第三 梅德维德夫依靠麦阿密的夺冠增加了820分 7分来到了5150分,升到了第四 两届大满贯亚军鲁德以505分下滑到第五 22座大满贯得主纳达尔以2715分排名再降一位 调到了第14,这也是他近20年以来的最低世界排名 相信看到老对手德约排名回到第一 自己的排名不停下滑,此消彼掌的态势笃定令纳达尔很不舒服 令人欣慰的是,纳达尔的伤病症逐渐好转 目前正在为红土赛季筹划着付出 众所周知,红土是纳达尔最擅长的场地 他曾在这块场地创造了前五古人的81连胜 此番借红土赛季付出,纳达尔的终极目的 就尽快调整状态守住今年的法网 只要他能在法网未免,他的大满贯就来到23个 再次领先德约一个身位,进一步领跑GOT 所以,今年的法网成了GOT争夺的分水灵 倘若德约拿下了法网,那么GOT之争就基本宣告结束 如果纳达尔今年第15次拿下法网 GOT最终归属,还存在变数 至于纳达尔付出后会有何种表现,让我们拭目以待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订阅收藏不迷路